哈喽,大家好,我是 Ken 然后今天我带大家来看这个位于 Beautiful附近的一个旧的Landed Properties 其实我在这个今年的9月 我最成功帮我一个屋主卖掉它的双层排楼 Double Story Terrace House 这个Double Story Terrace House 大概是1800多sqft 其实在我身后面,你们可以看到的话 这边有三间也正在进行中的 这一间,两间,和另外一间也正在进行中 总共有三间正在坐着 所以我真正帮我的屋主卖的就是中间的这一间 这间的话我们在 其实这三间的Transaction来讲都在今年相隔几个月而已 然后开始时,到底很多人会问到底 假如我们的Transaction那么靠近 只是几个月的话,价钱会不会是很一样 其实价钱并不是那么一样的 就打个例子,这间10号的门牌 它在大概是今年年头 近年头Transaction是卖了大概是3个Million 3Million 300万 然后在我的客人的家的屋子的个壁 这间的话它卖的比较低 这间卖的大概是2.8个Million 大家猜猜看我以什么价钱帮我的那个Salon卖掉 很多人会觉得应该是这个是300万 这个280万,这个280万 这边应该也是差不多一样吧 但是我成功用3.478卖出去 整整比这家跟这家高出了差不多20个百分点 所以其实说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讲说 在销售的Marketing Method Strategy非常重要 它会让一个三个Condition都是一样的屋子 价钱会卖的比较好 所以大家假如大家将来有兴趣要卖房子的话 也是可以联络我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卖一个好价钱 我们现在在看到底350万 大概350万的房子大概是长得怎么样的 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这家这个这个双层啊 双层排骨Double Story Terrasile 它Original Condition 大概是196几年的Terrasile才的 19...大概是1965到1968年的Terrasile 所以你看看它的地板 它的地砖啊 Marble都是Original 所以从第一天买跟Developer买 就是196几年到现在没有做过装修 这是Original Condition 所以新的Buyer将会买的话 很可能他将会重新做一个很大的装修 A&A或者整个做Rebuilding 所以这个其实很多人买这种旧的Landard 主要目的就是买它的地而已 你看看它的那种窗口啊 铁货啊都是那种好几十年前的那种设计啊 你看啊都是比较旧的啦 所以买过来一定要翻新的 很大很大 然后其实这边进来这整个单位就只有三间房间 房间全部在楼上 然后这边进来时 这边就是它的厨房了 厨房就真的很大 厨房真的很大 你看这边进来也是一样原装的厨房 一九六几年到现在的原装 全都是原装 所以保 其实这个物龄有六十年 所以看起来其实平时的保养啊 maintainance是做的相当好的 然后这边后面还有一片小小的地 它后面就是这样的 空的 所以看我们隔壁邻居都是这样的 你看来过来 我带他们去看一下 那隔壁邻居很多他们买的时候 他买了过后 他将会把它打 就是要打破了 拆掉它墙 这间屋主很可能没有 没有加多一层 他只是可能加长 加宽啊 啊加宽 然后从它的格局 它的格局类要重新设计 然后我隔壁另外一边呢 听说是要加多一层 因为这很多lander最高可以把它变成 建啊 架高 总共变成三层楼半 啊 我们去看看到底这间长得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最近有卖了 catherine跟我最近有卖了 大概三个单位 有公寓 旧的公寓 新的公寓 跟旧的 旧的排屋 价钱都是350万 到底假如你有350万 你会买一个很旧的lander 还是你买一个全新的condominium 跟发展商买一个全新condominium 还是买一个七年的condominium 这三个都是价钱一样 然后其实你看这边进来 它就是它的另一间房间就是这样的 然后它房间就是这样的 然后开出来 这边就是它阳台 看出去 好 然后这个方向你看过去啊 前面的方向 这个方向走过去大概是五分钟 你就可以到beauty 就会MRT了 环境是很不错的 这边环境是很优美的 很幽静啊 这间房间就会比较长一点 大概长了大概三车 然后这边也是另外一间房间 他们这个 这个以前的排屋 他们每一间房间都没有自己的厕所的 所以你看它设计都是比较矩的 有这种洞口是让通风的 通风 这边也是有人看这边也是一样 它也是 房间门的上面也是三个洞口 让它们通风 以前在1960几年那个时代 没有冷气机的 随便冷气机的通风很重要 然后这边上面楼上就只有一个厕所 厕所也是一样原装的 原装他们买了过后 就是肯定要笑敲掉 这边后面是一间比较小的房间 虽然是房间比较小 但是每一间房间都可以放下一个双人床的 所以很多人买了 其实他们都是会把它做大装修的 你看这边 你带他们去看一下 其实这就直接打着 开不了 你看这边 从Catherine 从那边来看 这边角度看 这边其实已经做了rebuilding了 这边总共会把它变成三层楼 他们以前也是一样两层楼而已 你看三层楼 他们也把它变成三层楼 这边买的人 通常基本上都会买了 把整个打掉重新做 做一个三层楼半的一个新的排屋 所以这就是它的那个地点的关系 地点很好 因为我还记得没有错的话 但是从中央来讲说可能是 可能是它能抗这个通膨 Hedging against inflation 同时间可以大赚钱 这个叫做Sofia Residence 也是在300万 但是它的面积就比较大 因为它是比较旧一点的公寓 所以大概是 大概1800 sqft 也是一样大概350万 然后这个lander 它的面积大概是1800 但是它是60年 大概60年 楼龄60年 也是大概350万 假如你今天 如果你有350万 你会选择买哪一个种类的房子 新的公寓 面积就会比较小 旧一点的公寓 面积就会比较大 还是你会买一个像这种 350万的旧的排屋 自己重新翻建 扩建 所以在我们下一集的分享 我们的Facebook Live 我将会为大家讲解 我们新一些Vernia 或者旧的一些旧的Condo 让大家有比较多的 对新加坡的房地产 有更加多的那个 怎么讲 见识 所以我看今天的分享 就到此为止 就进去卖房子的人 记得联系我 我是Ken 我的联系号码是 84997233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